各位好 我們來看範例3 這是一個典型的 跳車的問題 有一個人 是從假車跳到儀車上 那人在跳 離假車的時候 會把假車往前推 人才會往後 所以其實假車會加速 假車會加速 然後儀車向前 人往後 當他們接觸的時候 他們會互相有阻力 所以 人會被儀車往前帶動 但是 儀車也會因為 撞到人而慢下來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題目有 告訴我們假車儀車都有 向前進的速度 都有向前的速度 假車速度2 儀車速度7 然後也有給我們 假車質量 儀車質量 還有人的質量 那這樣子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 假車上的人 應該要用多快的速度 相對於地面的速度 跳上儀車 才可以在 在跳上儀車之後 速度降為霧王 那 其實意思就是 在看說這個人 離開假車的速度要多快 然後 落到儀之上 他的速度 他的動量跟儀的動量 最後加總起來 讓儀車的速度是 變成5 所以其實下選擇的系統 其實跟假無關 跟假無關 是跟人和儀車 有關 那我們就可以這樣子列示 落下前 落下後 落下前呢 我們可以 落下前呢 考慮 人和儀車為一個系統 就是這個黃色框框 儀車的質量150 乘上儀車的速度7 加人的質量50 乘上人的速度V人 這個 他就是要求V人 這個儀車 不是儀車 人跳出去的速度 那就要等於落下後 落下後 兩個物體 人和儀車 就一起前進 一起前進 而且速度是多少 5 速度是5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把 這個V人 求出來 這裡都可以用50去約分 所以這樣算起來 V人就會是 負1 負1 這個負代表就是 他向後跳 因為我們假設 向前為正 所以這第一小題的答案 那 第二小題是問說 如果不要讓他相撞 那 假車應該要 這個人 如果不要他相撞 不要讓兩車相撞 那 這個人跳出甲的速度要多快 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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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讓乙車撞上甲 這什麼意思呢 我們 稍微解釋一下 像我們剛剛已經算出 算出 人跳出甲的速度要是負1 這樣子跳上乙之後 乙車的速度才會從7 變成5 可是如果說 人跳出甲的速度是負1 那 甲 被人往前推之後 甲的速度會多少 這是 額外的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來分析一下 就是 就是 我們 跳車前 跳車前 和跳車後 跳車前 人和 甲車是一起的 所以是100 加50 他去乘上 他們的速度是2 跳車後 人的速度變負1 他甲的速度 我們可以算算看 這樣算起來 去算算看也可以 我們這邊也可以用 50去約分 假會是7.5 不是 326 7除以2 3.5 3.5 所以3.5 向前 可是乙車是5 乙車速度是5 他就會追撞 所以 第二小題是這個意思 第二小題是問說 那如果要避免他追撞 假車速度應該要夠快 乙車應該要夠慢 乙車應該要夠慢 才不會追撞 才不會追撞 那假車要怎麼夠快 就是在人跳出去的時候 要跳大力一點 那這樣假車才會 比較 可以獲得更多的速度 那人如果在空中的速度 這個不只是-1 不只是1的話 那落到乙車上 他對乙車減速的效果 也會更強 這樣 所以第二小題問的是 V乙必須要小於等於V甲 那當這個等號成立 就是我們所要的答案 就是 至少 至少要 多大的速度跳出 才可以讓乙車和假車的速度一樣 這樣的話就等於是兩台車 用相同的速度前進 就不會發生嘴撞 所以 這一次要再列試一次 一樣也是落下前落下後 因為這一次乙車的速度 因為這一次乙車的速度 跟假車的速度 會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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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落下前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質量 用50去約掉 所以會變成 3乘以7 這是乙車一開始的速度 然後 再加上1乘以人的速度 就會等於 4倍 這一次乙車速度並不是5 而是要跟假車一樣 然後 然後跳車前跳車後也再算一次 4倍 跳車前的話一樣呢是3乘以2 跳車後 跳車後的話則是 1 然後乘上人的速度 然後再加上2乘上假的速度 這兩個式子就可以解連力了 解連力 那我們把 第二次乘以2倍 去跟第一次相減 就可以把這個假的部分呢消掉 那第二次乘以2倍 跟第一次相減 就會變成 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 21-12是9 所以人跳出去的速度就要是 就是 就是 負3 這個相減 左邊 左邊是21-12 沒錯 但 右邊的話是 負3 所以 人 跳出假的速度要是3 要向後跳 這樣最後 才可以讓假的速度 和乘的速度一樣 好 就這樣子 謝謝